各位早晨,我是竹敏玲,歡迎大家來聆聽主聲 2024系列第九個月第四日 今天我們的經文是記載在耶利米書第二章13至14節和18至19節 題目是《你們從那裡渴水》 由大王約西亞於公元前640年至609年在位 因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就受到上帝的加許 又在公元前622年,約西亞聽到《律法書》內容 開始了一場靈性更新運動 他謙卑地回應激發了上帝的憐憫 上帝不會忽略他指紋的謙卑悔罪的討告 但神知道約西亞邪惡的祖父馬拿西王 所種下的撥翼種子 約西亞統治下的靈性復興31年後 所有後來的君王都行爺華眼中看為惡事 大約在公元前627年約西亞在位的第13年 上帝呼召年輕的耶利米為他先知 在隨後的黑暗歷史時期 耶利米一直扮演先知的角色 直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和猶大滅亡 他被稱為哭一的先知 讓我們來看看 耶利米書第2章第13、14、18、19節 當中他代神發出的訊息 聖經說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利棄我者撥水的泉源 為自己作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泉水的池子 以色列是伯人嗎 是家中生的勞伯嗎 為何成為略物呢 現今 你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傑的水呢 你為何在亞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 你自己的惡必懲治你 你背道的事必責備你 由此可知可見 你利棄耶和華你的神 不存敬畏我的心 乃為惡事 為苦事 這是主 萬鈞之耶和華 說的 神將自己 比喻為活水 活水是來自自流泉或井 這些地下水已經被上面層層沙子過濾乾淨 口感清爽 在約學福音4章10節 耶穌對族長雅各之井 旁邊的薩瑪利亞婦人說 耶穌可以賜給祂活水 這個與雅各井的水相比 祂的活水獨一無二 犯渴這水的還要再渴 人若渴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雷頭 成為寸圓 直湧到永生 換句話說 來自耶穌的活水 不僅能暫時提神 亦能使靈魂得到永遠的滿足 同樣 在住棚節的最後一天 耶穌在耶路撒冷大聲哭叫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借女來渴 信我的人 就如經上所說的 從他福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內 約學福音7章37-38節 即是從耶穌而來的活水 會複製到渴了活水的人身上 信徒會從他們內心流出活水 福音作者約翰正確評論說 這個流動的活水就是聖靈 難怪來自耶穌基督的聖靈 是活水 使信徒的靈魂得到永恆的滿足 內住的聖靈 永遠不會離開神的兒女 同一位作者約翰 在啟示錄21章6節 寫 他又對我說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媒格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將生命傳的水 白白刺吸那口渴的人渴 擁有重生生命的真正信徒 也必擁有來自耶穌基督的聖靈 我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 就可以得到永生 但是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因為他在十字架上 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作為我們救贖的代價 在耶穌向我們善明之前 先知耶利米已經揭示了他信息的核心 其次 叛徒寧願選擇自己破碎的水池 亦不願意選擇上帝活水的泉源 蓄水池是用來收集雨水的人造水池 一段時間後 儲存的水便會變味 神將偶像或假神 比喻為破裂漏水的水池 假神容易帶來屬靈上的疾病 並且不可靠 但叛徒者選擇了這些假神 又不選擇耶穌話 第三 以色列人生來自由 但他們選擇了埃及和亞述 這些敵人的奴役 當巴比倫變得具有威脅性時 他們就尋求與埃及和亞述結盟 他們沒有尋求神 比如他們寧願喝埃及的尼諾河 和亞述的幼佛拉底河水 神稱這種行為是邪惡和倒退 主萬鈞的耶穌話怎麼說呢 你自己的惡必懲治你 你背道的事必責備你 由此可知可見 你離棄耶穌話 你的神 不存敬畏我的心 乃為惡事 為苦事 這是主萬鈞之耶穌話說的 第十九節 有句西宴的華好流行 在錯誤的地方尋找愛情 我們都渴望歸屬 被接納 被愛 如果我們在原生家庭中 感覺到不備愛 我們可能想要在 父母的家之外 建立關係 越早越好 有時會導致不幸福的婚姻或結合 我們從破裂的詞子裡喝水 有時年輕人加入這些幫派 為了感到被接納 受到保護 將導致生活陷入困境和危險 他們從破裂的詞子裡喝水 當感到無聊或萬無目的時 有些人可能會陷入沉迷 例如 嗜酒 急毒 賭博色情 甚至社交媒體等等 他們在錯誤的地方尋求逃避 他們還會從破裂的詞子裡喝水 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會後悔 歡迎了耶穌進入他們的生命 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無論是否得到認可 都會後悔為上帝和他人服務 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不期待基督的到來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一旦我們領會這一點 我們就有活在愛、喜樂和平安的自重 我們飲用活水的全越 我們有聖靈從我們身上滲流出來 我們活在對神的敬畏之中 現在你們在哪裡喝水 最親愛的活水 謝謝你 滿足了我靈性的干潔 你滿足了我所有的需求 願你完全掌管我的生命 用你的良善從我身上流出 感謝你的信實 我的救主 和我的主人 我期待著與你面對面的那一天 我以我永恆愛人 耶穌基督的名字 祷告衙門 但兄姐會喝活水 不要喝那些很髒的池水 多謝收看 願主祝福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 謝謝